我们来说一个决定路易斯结构式的因素 叫做什么呢 formal charge 叫做形式电荷 formal charge 是吧 它这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叫做fc等于ve减去nb减去1be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这个ve就是valence electron 是吧 valence electron 这样 然后nb是什么呢 nb是nonbonding nonbonding 也就是说是没有成见的这样的电子 然后be的话叫做bonding bonding electron 所以就是说我们形成这个分子 在一个路易斯结构式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原本 我们这个原子 它的价钱只有多少个呀 是吧 然后我们用它减去什么呢 我们用它减去nonbonding 我们用它减去没有成见的电子 是吧 然后再减去二分之一的成见电子 但是二分之一的成见电子 实际上相当于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一根键实际上相当于两个电子 对吧 所以说白了 减去二分之一be相当于减去成见的个数 对吧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说成什么呢 说成是外面的这个价电子数减去没有成电子数 然后再减去什么 这个叫做呃 这个成见个数 是吧 我们来简单跟大家举一些例子 比方说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呃 这个呃 就举比方说我们刚才那个二氧化碳的例子 是吧 二氧化碳 碳是呃 我们想着说好像有可能有两种可能都是能够满足八余率的 对吧 那么究竟哪种会比较好呢 其中一种是这样 这个一二三四 是吧 因为他这个一二三四 然后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是左边有三个 然后他这里只有外面两个孤队 呃 一个孤队电子 也就是两个没有成见的电子 然后这边的话 然后有这个电子 这样 然后我们来分别算一算这个形式电荷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比方说我们来看看这个碳 碳的话 他有几个加电子呀 他有四个加电子 对吧 我们用四个加电子减去没有成见的电子 大家看我们这个碳外面有没有成见电子吗 没有 所以他就是减去零 然后呢 减去二分之一的成见电子 对吧 成见电子相当于是这四根键上面带来的电子的一半 那么其实就相当于四根键嘛 所以我们就要减去四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四 然后再减去四等于零 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碳的形式电荷是零 是吧 所以我们其实就看到说对于一个碳来说 他什么时候形式电荷就会是零呢 如果说一个碳 他外面没有这个多余的电子 是吧 没有多余的非成见电子 然后另外呢 他连了四根键 连了四根键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形式电荷就是零 所以包括像这里 大家也可以发现 他是四 然后这个没有成见电子是零 然后bonding electron这个成见电子 或者说是成见个数也是四个 所以他这个也是零 是吧 然后氧的话我们来看 比方说我们来看看这个 氧的话他外面是多少个加电子 他是六个加电子 对吧 六个加电子减去没有成见电子 也就是说有四个 然后呢 再减去两根键 也就是算出来是得零嘛 对吧 然后同样道理 根据对称性 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东西 它其实也是零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它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比方说这个氧 这个氧的话 同样还是外面是有六个加电子 对吧 减去两个没有成见的电子 那就是得四 然后呢 成了三根键 所以我们要用四再减去一 说错了 四再减去三 所以应该得正一 也就是说 这个氧的形式电荷是正一 是吧 然后这个氧呢 这个氧的话六 然后减去什么 不是说错了 原本的有六 对吧 然后减去这六个 然后再减去一 所以应该是得负一 然后那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电荷啊 它一定是守恒的 是吧 在一个中性的这样的电子当中 它们形式电荷加起来 一定是得零的 然后如果说是在一个 本身带电荷的 这么一个结构当中 你比方说像我们之前 所写的这CO32负 是吧 就碳三根 如果说我们求出来 每一个原子的这个 形式电荷 然后在我们这个东西当中 最终加出来的话 一定是形式电荷核是负二 那么究竟哪个好呢 那我们就说 这个比形式电荷越少越好 并且形式电荷越贴近零越好 是吧 我指的越少越好 就是说带形式电荷的电子 带形式电荷的原子 越少越好 是吧 带形式电荷的电子越少越好 然后如果说形式电荷的 绝对值越小越好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出现 比方说这里 这个有可能比方说 这什么情况下出现正二负二 那就没有正一负一来的好 是吧 出现了带正负的 也就是说出现了绝对值不为零的 怎么样 没有绝对值全都是零的 好 是吧 没有全都是零的好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稳定 形式电荷如果说多且大的话 就不是特别稳定 所以就说这个东西不太好 这个东西是我们想要的 好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话写一下 首先说SigmaFC Sigma formal charge 是吧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我们的overall charge 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然后另外呢 FC叫做as few and as small as possible 就是说这个FC是越小越好 越少越好 对吧 OK 然后这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 什么时候 我们就 它这个 一些常见的原子 会使得 它的这个 形式电荷是零 我们比较希望形式电荷是零 是吧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所谓的 叫做HONC 1234 HONC 1234 法则 是吧 怎么讲呢 轻比较响 这个1234指的是 成几根键 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轻比较想成一根键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H也想成一根键呢 HALOGEN 也就是我们讲过这个是吧 鲁足元素 HALOGEN 也就是说像什么浮啊 氯啊 这种东西 它们比较想成一根键 H想成一根键 然后氧呢 它想成两根键 氮呢 想成三根键 是吧 碳想成四根键 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看 碳 我们基本上来说是看过了 是吧 我们发现碳 如果说它连了四根键 这样的话它就是形式电荷是零 如果外面没有多余的电荷的话 那么氧 我们基本上来在这里也说了 如果氧 它是在形成八余率的前提之下 是吧 连了两根键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比较OK的 氢就比较好理解 氢的话 我们直接这么连一根键 连上别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形式电荷是多少啊 本身氢 外层就是一个电子 对吧 然后一减去这个没有成键的键子是零 然后减去一根键 所以这个时候清连一根键就是OK的 然后氮的话呢 氮比较想连三根键 在形成八余率的前提之下 也就是说是 这个连了三根键 是吧 然后另外还剩下多少个电子 还剩下外面两个电子 这样的话形成八余率嘛 这个两个电子加上三乘二等于六 对吧 一共是八个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种情况下 氮的形式电荷 我们会发现应该是外面五 对吧 五个电子 然后减去二 再减去三根键 所以是OK的 这个是得零 也就是说HONC1234 这个是我们这些原子 他们比较希望 最终所能够达到的形式 既是满足八余率 又能满足形式电荷为零 好的 我们再来跟大家举个例子 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这个例子 SOR是吧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它外围多少个电子呢 其实这个硫是氧下面一个元素 它们是同族的一个元素 是吧 所以它们的最外层电子数 其实都是六个 那么加起来的话 就一共有18个加电子 所以我们来简单写一下 硫跟氧 它们的这个垫覆性谁强啊 我们讲过说垫覆性 基本上来说是向右向上 这个东西比较强 对吧 所以氧在硫的上面 那么氧的垫覆性 就比就比硫来的强一些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把谁作为中心原子呢 应该把硫作为中心原子 所以周围连了氧 这样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 呃 我们就还是按照 画路易斯结构式这样的方法 先把它这样点出来 让我们看看 现在有多少个电子了呀 6加6 12 对吧 然后这里再加2 再加2 那是多少 12再加4 是16 够吗 不够 因为一共需要18个电子 对吧 那氧已经够了巴欲率了 对吧 氧不想再要电子了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两个电子 点在流身上呢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再点两个电子 这样就OK了 是吧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说我们发现中间这个流 它还不满足巴欲率 对吧 它还不满足巴欲率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它现在有多少个电子 123456还差两个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想干的事情是说 把一对这孤对电子挪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就能够 让三个原子都能够形成巴欲率了 所以我们就就想说 是不是应该把它写成这样呢 这个 把一个氧是吧 把一个氧挪过来 比方说画成这样 然后这边是这样 这个东西好不好 是吧 我们已经知道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就能够形成巴欲率 那么这是个问题 是吧 这是个问题 我们先把它放着 那有人可能想把这个东西 做得更加彻底一些 就是说是 用我们之前那个理论 就是说你把这个双键放在左边 可以 那把双键放在右边 可以不可以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是吧 放在左边放在右边 道理差不多 那么另外就是说 为什么它这个玩意儿 对这个玩意儿 它对称行不行 对吧 它对称行不行 什么叫对称 对称就是说 如果两边都是双键行不行 两边都是双键 有人说你这不就不满足巴欲率了吗 是吧 确实是 但是我们来看一眼 就是这个 我们还是这么来画 是吧 两边都是双键 是吧 两边都是双键 然后这个时候 这边两个 这边是氧 这边也是氧 是吧 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一看呢 我们从巴欲率的角度 说错了 从形式电荷的角度来看一看 是吧 从形式电荷角度来看一看 所以比方说我们 把这个东西也一起来看一看 可以吧 我们先来看这个氧 这个氧的话 我们知道说 如果氧形成巴欲率的情况下 它形成两根键 是怎么样的 形成两根键的时候 它正好形式电荷是零 对吧 那如果只形成一根键是什么样 我们来算一算 六个电子 是吧 外层六个电子 然后减去六个没有成键的电子 然后再减去一根键 所以它应该得负一 所以大家就有这么一个印象 氧如果少成一根键的话 氧本来想成两根键 对不对 氧本来想成两根键 如果它只成了一根键 那么它的形式电荷就负一 同样道理 这边也是负一 那大家说 总共我们是一个中性分子的话 因此我们这个硫 它就应该是多少形式电荷 应该是正二 是吧 正二 我们来简单算一算 是不是正二 硫的话是外面是六个电子 外层六个电子 六减去二 然后再减去两根 减去是正二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氧是OK的 是吧 这个氧它是零 然后呢 这个氧呢 这个氧就是像我们这里一样 它是负一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会得出结论 说中间这个硫 它应该是正一 那从形式电荷 以及败义率的角度 我们是不是都会觉得 这个结构比这个结构要来得好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东西 首先它满足八月率 它不满足 是吧 这一方面 然后另外形式电荷来说的话 它的形式电荷比它来得少 因为这上面只有两个原子 有形式电荷 这上面有三个原子 都有形式电荷 是吧 然后另外还怎么样 另外还是说这个绝对值 它的形式电荷 绝对值最大是一 它的绝对值最大是二 所以它也来得好一些 但是我们又从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是吧 这个地方它又怎么样呢 这两个氧它现在都是零了 对不对 两个氧都是零了 所以我们惊讶的发现说 这个硫啊 它中间的形式电荷居然是零 所以从形式电荷的角度来说 好像这个分子更好一些 是吧 这个分子更好一些 所以那问题就来了 你说这两个东西 我们究竟应该看形式电荷 还是看败义率呢 在这个例子当中 其实主要来说 还是应该看形式电荷 从微结果论来说 还是主要应该看形式电荷 是吧 所以我们直接跟大家说结论 就是说在这个例子当中 这个保持形式电荷都是零的 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吧 这个东西或许存在一些吧 但是它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稳定 是吧 是吧 谢谢观看